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长相思二开播前夕,急速再做调整,四位主演提前发声避免互撕。 长相思二将上线,杨子等主演呼吁粉丝闻名追剧。 该剧热度高,预计将成为下半年剧后。 主演提前发声避免粉丝争执,播出平台及合作资源丰富,预计将有更多精彩剧情。 随着《墨语云间》和《玫瑰》的故事两部热播剧的相继结束,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 《墨杀抓娃娃》等多部优质影片扎堆上映。 此外,由杨子、邓卫、谭剑刺和张婉毅等主演的长相思第二季也强势回归, 第一季的成功为最新一季的热度奠定了基础,观众的期待值也随之飙升。 张婉毅、邓卫以及谭剑刺在《长相思一》播出前都处于平平淡淡的状态, 而杨子则因此被戏称为一拖三,资源明显减少。 然而《长相思一》的热播改变了一切。 杨子不仅演技大放异彩,凭借饰演《小妖一角》成功入围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同时张婉毅等三位男主角的事业也迎来了腾飞。 如今《长相思2》已确定将于7月8日上线与观众见面。 官微及参演演员们纷纷开始热情宣传,播出平台更是全力以赴。 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季《长相思》作为网剧警在视频平台播出, 而第二季不仅在视频平台上线, 还将同步登陆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 这无疑显示了行业对其高度认可。 截至目前《长相思2》已进入开播倒计时, 媒体看片会也已圆满结束。 根据首轮反馈《长相思2》第二季的质量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有所提升。 不仅包含许多高光明场面, 角色之间的牵绊和对手戏也更加精彩。 尤其是杨子饰演的《小妖》与张婉毅饰演的《枪弦决烈》的戏码, 被爆出爆发力惊人, 比第一季《枪弦御刺》的戏码更为震撼。 显然庆于年二被公认为上半年的巨王, 而《长相思2》有望成为下半年的巨后, 极有可能超越第一季的成就。 除了强大的播出平台, 《长相思2》的预约观看人数已经突破800万, 赞助合作也已超过30家, 宣传和商务资源无异不是顶配。 或许是由于植入广告增多的缘故, 《长相思2》在即将播出前夕, 对集数进行了再次调整, 从原定的21级增至23级, 多出两级, 这对剧迷们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俗话说凡是皆有两面《长相思1》大热, 张婉毅等男主角因此走红, 但不乏有人非理性地想要挑战养子的女主地位。 果然, 第二季还未播出, 张婉毅、 邓卫、 谭剑刺和王红毅的粉丝就已经蠢蠢欲动, 从争翻味到争戏份, 争论不休。 确实, 相比于其他剧中通常由男主和女主在一起, 《长相思》的剧本设定中男主是枪悬, 但与女主在一起的仕途山景, 甚至谭剑刺饰演的香柳也有不少精彩的戏份。 因此, 粉丝们对男主的范围一直争论不休。 或许是担心粉丝之间的争执影响。 第二季的播出, 包括杨子、 谭剑刺、 张婉毅和邓卫在内的四位主演提前发声, 明确呼吁粉丝们闻名, 理性追剧, 避免互相思扯造成不良影响。 在《长相思2》拍播前的四天, 杨子、 邓卫、 谭剑刺和张婉毅的工作室同时发布了相同的官剧指南, 特意提醒粉丝在剧播期间要理智追剧。 四家工作室发布的时间和内容完全一致, 显然是提前商议好的。 全员互聚《长相思2》大热, 对大家都有利。 希望各位粉丝能够珍惜每位参与《长相思》制作的工作人员的努力, 因为一部优秀作品的成功离不开他们的默默付出。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并期待《长相思2》能再次取得辉煌成就。 邓卫新剧《二大杨子》内幕曝光, 女主是庆余年的她, 引全网期待。 杨子近年来在电视剧界表现不俗, 尤其是《长相思》和《成欢记》的成功让她稳坐录剧女神宝座。 而最近关于她和邓卫合作的《将门读后》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原计划中, 邓卫因在《长相思》中的突出表现被选定出演男主角, 然而这一决定却引发了杨子和邓卫粉丝之间的激烈争议。 事情的源头在于《将门读后》剧组公布了邓卫将与杨子搭档出演的消息, 这一消息一经发布, 立即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杨子和邓卫曾因早前的绯闻和争议引发过一些不愉快, 两位明星的粉丝群体因此时常在网络上发声口水战。 他们对两人搭档出演新剧的消息反映激烈, 各自的粉丝集体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一时间网络上充斥着关于这对合作的猜测和争议。 即使剧组最初选择了邓卫出演男主角, 后来的变故却改变了局面。 据最新消息, 由于杨子的档期冲突, 他将无法参与《降门读》后的拍摄, 女主角的角色最终由庆余年终表现出色的李沁接替。 这一变动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和期待, 尽管李沁与邓卫尚未有过合作经验, 但这对新的搭档组合仍然激发了观众的兴趣和期待。 《降门读》后作为一部由腾讯出品的古装剧, 不仅因为其原著小说的人气和剧情设定备受关注, 而且在悬缴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也使其备受瞩目。 此前, 类似《墨语云间》锦月如歌等同样改编自千山查克作品的剧集, 都因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演员阵容而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在这些剧集中, 主演的选择往往直接影响到剧集的观感和口碑, 因此《降门读》后的男女主角选择备受关注, 也反映了古装剧市场对演员的高要求和期待。 《降门读》后作为一部热门古装剧, 其选角的重要性以及该剧在人气和改编上的优势, 体现了市场对高质量古装剧的需求。 《降门读》后的整体制作和演员选择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和争议。 杨子和邓未作为当红的演员, 其搭档的选择不仅仅关乎他们个人的演艺生涯发展, 更是关乎剧集能否成功引发观众共鸣的关键因素。 尽管最终杨子未能参与该剧的拍摄, 但李沁的加入无疑会为剧集带来新的看点和期待。 强调了《降门读》后的制作和选角备受关注的原因, 并对李沁的加入表达了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